我幫你的飲料製造氣泡 對 要不要搖晃那個水啊 飲料啊 都會產生氣體 這樣喝起來比較營養 對 哈囉 你好 我是萊斯 我現在人在五谷 今天來五谷幹什麼呢 今天來參加一個特別的展覽 是什麼勒 沒錯 特別感謝思良子 日四點膠囊 招待來參加這個 台北國際成人展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這個成人展在展什麼 好 走 我們常會戲稱電玩展什麼的 宅氣逼人 這個成人展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了 也不可能去講宅氣更盛 因為有蠻多區塊啊 味道是真的很不錯 尤其五谷幹展覽館 不算是很大的展場 他們沒有另外架設工作用的後台走道 或許可能有 但是比較不便利 現場會有一些表演 一些活動 所以女優或是一些性感女星 Showgirl在移動的時候 怎麼樣 包著一件浴袍穿梭在人群之中 當然會有保安 有保母會跟隨照顧 這蠻不錯 但是也算蠻近距離的可以看到這些女星 我真的 我強調我真的沒有特別去聞 這樣就會有點變態了 你們知道來思來思正直不前思 是味道飄過來 不是我湊過去聞的 真心不是 我之前沒有來過成人展 和一般的展覽感覺比起來 比較像是消費展 當然電玩展 資訊展 其實也算是 但是比起成人展來說 成人展的展場比較小 他們不需要像是大展場那樣 不斷的發小禮品 或是做很多上台的小活動 回答搶獎筆這樣 他們的活動都是你消費多少錢之後 可以和這些女優或是性感女星 做一些近距離的互動 例如吃個Pokebunk 有翻譯陪同的互動聊天 比個愛心拍照什麼的 我是真的很想拍些什麼給你們 但是身上的錢不夠 所以我就在外面拍一拍就算了 實際看到影片有興趣的 想追星的 想圓夢的 想解成就的 有辦法你們就自己去看看 因為女優或性感女性的數量 算請的蠻多的 基本上會分在不同的舞台上進行 而為了不要讓他們的節目互相打到 時間都會分配開 所以可以說幾乎開場到結束 都會有活動可以看 像是有國外阿台灣的歌舞表演 表演是真的很不錯 但是現場看表演的人超級多 我比較少跑展場阿 成人展感覺大家更激動 我站的蠻前面的 當主舞台在表演歌舞的時候 後面的推擊狀況有點嚴重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站前面一點 趁一點香氣 真的比較吸引人的是 表演結束之後 前面也有講 會包玉桃阿 穿梭在人群之間移動 但是有的就下班了 換下性感服裝 穿上一般的衣服 也是在那邊看展 逛街 你會發現他們一起看展的朋友 也真的是很正 我自己是沒有很喜歡那種高差亮片 或是一些比較誇張的表演服 所以看到他們穿便服 自己的衣服感覺會比較好 而且因為是已經下班的表演者 身邊不會有隨乎 現場人又很多 所以真的就是站在你身邊 跟你一起看表演 那我自己是拿媒體鎮進來 以前看展啊 媒體鎮都比較方便 但成人展不是 成人展厲害的是 經營卡 經營卡是什麼 一般票券入場 就是入場而已 入場可以看一些 定時的表演 或是逛裡面的攤位 然後用比市價低的價格 買到一些很厲害的產品 你一直在圈爬 這一定要圈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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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要踢進去 可是萬一大小不夠怎麼辦 應該是沒有這 我是不會 我是怕會把它口給撐破而已 它這裡面還有 還有觸碰的地方 從外面開始都有點細嚼 它是軟的 外面就是軟的 然後裡面有 裡面有顆粒 它這應該是按摩 按摩蘿蔔 黃瓜 讓它更好吃 對對對 它就是讓那個水果的肉質比較好 果肉的肉質比較好 沒錯 對 優秀優秀 它這個叫做奢華土豪精 第二代電動伸縮 情人飛機飛 什麼叫情人飛機 就是你情人在上飛機的時候 用來裝水用的 哦 這個拿起來看一下 放著放著放著 這個看起來也是很厲害 可是它沒有 它沒有藍光 它應該是要充電以後 就會有藍光 它應該 它應該跟這個旁邊差不多 上飛機 它就會開始動 幫你打氣泡 哦 對它要打氣泡用 製造氣泡用 對對對 你知道這比較高科技 對 就讓你飲料更好喝 對沒有錯 這應該是這樣子用 對對對 它打氣泡的過程就像這樣 打氣泡的過程就像這樣 它裡面會有一個機器 然後不斷的幫你 幫你的飲料製造氣泡 對 就不斷搖晃那個水啊 飲料啊 都產生氣體 這樣喝起來比較營養 對 那為什麼上面要有細膠 上面細膠就是因為我們嘴唇比較軟 對然後怕你碰太硬的東西要割破嘴唇 對 因為在飛機上坐那邊也不方便 對 遇到亂流它會搖晃 對所以要細膠來緊密的接合 對對對 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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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來只是這樣 哇 因為我很少出國啦 所以這種高科技的東西我都不知道 這個 這個其實 其實我也不是很了解 我也是聽我一個朋友 姓王啦 姓王啦 王先生 王先生 王先生他告訴我的啦 哇這個氣泡水居然要3290 可是這個買一杯 就是未來無限產出 對 沒有錯 而且這個感覺清理應該是蠻方便的 他 喔 他這裡還可以拆下來 你看他這裡還可以拆下來 有沒有 所以說如果你要倒飲料或怎樣 飲料常常如果忘記洗啊 你會凝固嗎 對不對 就把它拆下來 然後就可以在洗裡面 他就是手搖杯的概念 對對對 沒有錯 欸 講到手搖杯 對齁這樣還可以混合一些 奶茶啊 紅茶 對 這個東西非常好用 哇 對對對 優秀優秀 不錯不錯不錯 你現在是在清理對不對 對對對 我在試一下裡面清理的過程 他在裡面觸感真的不錯欸 嘿 Thank you 謝謝 謝謝 這是YouTuber 這是錄影 現在這邊看到啊 是重裝武器系列 重裝武器系列 哇 就是一個走野戰風啊 日美 看到 日美共同開發 軍火爭廟飛 狙殺火箭筒飛機飛冠 這個還有什麼啊 深海魚雷 當然都換不同火味 這是什麼 神火狙擊鏡 這喜歡玩奪命女的啊 半仗的 比較適合這一杯 那居殺火箭筒應該就是 法拉款 這是法拉款 這是76款 這是76款有沒有 對沒錯 有小美款嗎 小美款我們看一下 啊上面這個是什麼款 喔對這個小美款 我應該買個小美款 回家看一下 那橘色的是什麼 橘色好問題 這個紫色的就是 Diva Diva Diva跟那個啊 札莉亞款 喔 它可以拍裡面嗎 應該 應該沒關係吧 真的嗎 喔 不要了不要了 這樣不好不好不好 然後這是 欸這個就是 露西歐款 哈哈哈哈哈哈 扎小 喔這就是 溫斯頓款啊 對想要溫斯頓 想要露西歐 喔都有 都有 看來這邊的 飛機杯 非常的厲害 這是鬥爭特工區 對鬥爭特工區 然後這是 奪命女款 奪命女 札莉亞Diva 橘色的是 哈蒙德 那金銀卡到底可以幹什麼呢 金銀卡可以有不同樣式的服務 像是金卡可以跟女優做一對一互動 合照簽名 還可以超近距離的和女神交流 而且這個交流就可以選定你想要的女優 銀卡也很厲害 銀卡可以和女優一起看MTV 一對一喔 一對一看MTV喔 只有你們兩個喔 封閉空間喔 會對你做什麼都不知道 很可怕啊 膽子小的千萬不要去 而且啊 講MTV是好聽的 其實就是一起去看女優的AV 演員就在你身邊啊 我是蠻想體驗看看的 而且還有馬殺機服務 可以幫你按摩 你完全的不能碰觸女優 但是女優可以隨她喜好任意的碰觸你 當然這是我聽一個意外認識的女性友人講的 這邊就稍微轉述一下我聽到的 她真的很厲害啊 因為金銀卡是體驗過一次之後 你的金銀卡權限就沒有了 例如說銀卡可以馬殺機 就是可以一對一的看MTV 可是你只能二選一種 然後她一個時段裡面有六個女優 銀卡是這個時段的女優隨機選一個 如果不是選到你喜歡的 那也沒辦法 聽說今天的排隊狀況是尊明空大爆滿 所以變成一定要用配的配給其他人 有的人甚至放棄一對一的看AV 直接五個人進去 然後五個人進去拍一張拍立德這樣 你就拿到一張跟你喜歡的女優的拍立德 雖然旁邊有四個不認識的男生 當然再次強調以上都是聽說 可是那個強者我朋友真的很強 剛剛說金銀卡的服務不一樣對不對 說銀卡有服務二選一 只能用一次對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多次銀卡服務怎麼辦 就是多買幾張銀卡嗎 強者我朋友表示 這三天光金銀卡門票買了多少 哇他賣了一萬多塊啊 這體驗次數都飛天了 我才體驗到說 對很多人來講 這些女優在心目中的地位 就像是追星一樣 能夠近距離的互動聊天是最重要的 寧願跟喜歡的女優聊兩句 喊炫一下拍個照 也不會去選隨機女優有輕易接觸 這是什麼? 這就是真愛啊 好啦謝謝你的觀看 這次的台北國際成人展的體驗就到這邊 這次很可惜沒有買到金銀版的票券 去體驗那些跟女優近距離接觸的內容 不過我買了小玩具 可以跟大家抽獎 然後詳細的抽獎內容會在粉絲團 記得到粉絲團來看 好啦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收通知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評論 攻略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萊斯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吃吧